大家好,我是王狗 今天呢,這集比較特別一點 我現在用的東西就是手機錄影 因為呢,我現在拍影片到現在也四年了吧 特別是在前期的時候 我非常喜歡在挑戰完之後的後續感言 好熱 講一些就是我個人的人生觀啊 想法等等分享給大家 那這個也是呢,我拍YouTube了 算是我最大的目的跟成就感來源 可能因為我本身就是一個很喜歡去感受各種事物 並且分享給大家的一個人 尤其是有的人會私訊我說 他們受到我的想法激發 那我會特別的更感動這樣子 但是到現在這樣隨著日子在過 從我22歲拍片到現在26歲 這一段成長的日子呢 我為什麼越來越少在影片的後面 感覺越來越少把我的心思跟我的靈魂放在這邊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些事情呢 我今天就是想來跟大家聊一下 但是在聊這些之前呢 現在要先去一個地方 就是要去我們的遊戲工作室一趟 然後回來再跟你們聊後續的事情 所以這個角度比較奇怪 因為看我旁邊 可是他沒有地方掛 所以大家就在這邊忍耐一下吧 那大家知道我們前年7月開始 創作了一個遊戲工作室 過了一年呢 我們誕生了第一款的遊戲 創作吧YouTuber 時隔了半年 誕生了第二款 妖怪事務所 那現在呢 我們即將要誕生出第三款 也就是我們的貓室 這一款其實才是我真正想要做的東西 就是一個對世界有意義 然後又能夠啟發到大家的作品 我們創造了一個你真的台灣 福爾喵沙 包括收容所啊 寵物店啊 等等全部都是用真實台灣的狀況去打造的 裡面的玩家呢 也就是你們 如果你們到時候有玩的話 要在這樣的一個世界觀下面 共同打造一個貓咪的無托邦 街頭領流浪貓的環境 那要達到這個目標其實很簡單 就是不要有任何的人欺養就好 不過當然遊戲中 你也可以去寵物店買貓 去收容所領養 可以去路邊捕捉 這些遊戲內玩家的行為呢 我們都會記錄下來 想看看人類們在這個虛擬的世界 會用什麼方式去對待這些貓咪們 那就在這樣子的背景下 玩家們他們可以去選擇要成為一個 愛媽、愛爸 路邊捕捉浪貓 然後帶牠們去結紮 或是圍王在自己的國度 為自己打造一個華麗的家 養一堆的貓咪 過程中你也可以去看看你的朋友 看看牠把牠的生活過得怎麼樣 不過呢 在這些好玩的遊戲過程中 我們當然也會盡我們的職責 傳遞一些較為現實的狀況 貓咪它可以帶給你很多的好 可是其實同時呢 它也可以把你家的沙發抓爛 發情也會到處大小便 甚至是有時候他會誤食一些東西 吐 把人家弄髒 甚至是因此要開刀 或者是生大病 需要大量的手術費 有的人可能還需要借錢回寵物看醫生 因為我身邊就有人有這樣子的狀況過 就是這些現實生活中 所有的狀況呢 我們都會盡量把它做在這個遊戲裡面 會去調整某一些人 過度對於貓咪的美好幻想 狗狗 太快來了 嗯 你們是不是還有朋友 好可愛喔 滴滴滴滴滴 打他欠 狗狗 看到這個阿豪 對他就是我們的總製作人 因為他就沒有這款遊戲 阿豪你要不要跟大家說 你做一下 你是做什麼 所有遊戲企劃相關 團隊大挑釋都我負責這樣 若晨 做遊戲的企劃還有特效 若晨你要不要介紹一下 自己在做 現在還有開始拉動畫了 喔你要拉動畫給大家看嗎 我們若晨想秀兩首給大家看 對 因為他這個就是 各個有時間走 然後去抓 嗯 遊戲裡面到時候會看到的 任何 關於會動的東西就是他 這就是我們的若晨 我們也是一路 從 兩年前開始吧 一路看著他的進步 越來越厲害了 講得好像我是個小屁孩 若晨旁邊那個呢 是我們的 美術 可以你們看一下他的畫 我們等一下請他出來介紹 然後我們其實還有一些 以前舊的團員 也因為個人的因素也離開了 一路以來都非常感謝大家 裡面有一間 他的女朋友 做的美甲工作室 有客人對不對現在 有看晚一點 客人走了再介紹給你們看 之前線動有發過一次 因為我不懂美甲 但是意外的是 我發了之後 都覺得很不錯 又做的很可愛又很便宜 對 那我來這邊呢 今天除了介紹給大家 我們工作室現在的環境 也是來幫大家 看一下我們現在做的這一款貓式 裡面是什麼 還有一些可能大家會想知道的問題 你這樣看起來很像 很像慈愛的那種爸爸 這樣好啊 加分啊 等一下你用慈愛 那因為我剛剛在車上呢 有跟大家介紹過了 覺得我這樣會不會把這個遊戲 機制講得太多太美好 還是其實內容就真的是這樣 我覺得其實差不多了 大概就是我們最初的一些理想 跟我們最後一定會做到的東西 然後就很感謝大家現在支持我們 整個流浪帽子太全啊 然後等等注入這些東西 是一定會做到的 這我們可以保證的 那至於美不美好 我想說就是 留給玩家們去感受 把現實是些東西 拉進去遊戲裡 這些機制是 的確是有這些東西的 對我們遊戲的確會做出這些東西 的目的其實就是傳遞那些觀念 那在傳遞觀念下 畢竟做遊戲 它也算是一個事業 做遊戲的目標是什麼 因為興趣 是因為賺錢 是你只是想要為流浪動物發聲 或者是說 都有 那單字比例是多少 當然是都有 因為做遊戲是我 從小到大的夢想 興趣成分就會佔比較重 我覺得可能會佔到四成 但是這次我們剛才要鎖定 就是流浪動物這個部分 所以我覺得我會把它定位在三成 做一個人最美好的事情 就是能同時做自己有興趣的事情 然後又可以混口飯吃 錢很重要 那我會把它留給最後的三成 所以一開始的初衷是 做遊戲這件事情 會讓我 過程中進步 然後是這款遊戲 網上查的資料真的是 那個找紀錄給你看 可以放個三點三頁 大概找了多少 是因為上百筆吧 上百筆關於貓的資料 有什麼最特別的動作嗎 拍子 然後在慢走的時候 它其實是 左前右後 然後右前左後 喔 可是在快走的時候 它就變成是 左前跟右後一起 一起往前 然後再右前跟左後一起往前 這麼有趣 是 欸這真的是 沒有在研究那種貓的動作 不會發現的 果然是在做貓的動畫 才會去關注到的事情 正確是手上那隻貓 也是 因為我們做了這個遊戲 越來越被貓感染到 呵呵呵呵 對 原本我是狗派 開始愛上貓 原本我是狗派 嗯 但是就自從 瞭解了貓這個 生物之後 發現了他的魅力 呵呵呵 有這麼可愛的啊 呵呵 市面上沒有很多 關於貓的遊戲 嗯 我們這一款 憑什麼讓人再來玩我們 最近是你我覺得最有趣 因為這種貓相關的遊戲 其實都通常不會做得太深 顯白一點就是 遊戲中的貓 通常不會有死亡這個現象 死亡是我們遊戲的特色 對 是我們遊戲的最大的 就是我們有寫出 其他遊戲 除了貓可愛之外 他們沒有寫到的部分 沒有 對 因為取名叫貓氏嘛 他死之後 他其實是會給玩家一個回應的 就是他會留下一本日記 然後寫一下他的貓聲這樣子 讓玩家在這個 輕鬆療癒可愛的花風下去 體驗這種感覺 簡單來說就是我們可能 更多的琢磨在 人類跟貓之間的連結 而且他的生老病死 事情上面 那 募資產品 就是我們比人家好在哪 為什麼他們要買我們的產品 最重要的一個點就是 今天是購買者 然後把這個木製盤的產品賣了來 然後拿去用 我們這次選擇的產品 都會比較是那種 實用性的 就是其實我們賣的產品 都是有想過的 一些大家日常生活 會用到 面的一些 譬如說圖的大小啊 然後圖的擺放 都是有經過設計過 所以看起來其實會蠻舒服的 這是我們最符合主題的那樣 我們下一支遊戲 狗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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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對 大家這是我們的 工作室的美術 你好 大家好 這一次很棒的就是 我們遊戲募資 有一些圖啊什麼的 有一半以上的人就認為說 非常喜歡我們這款遊戲 是美術 你為什麼會想要用這種畫風 第一是 你希望這個遊戲給大家是 療癒 清淡 淡雅 這種感覺 我去想到了水彩風格 其實水彩風格的遊戲 沒有那麼常見 先把那些水彩風格遊戲都玩一遍 自己可以去體會 一些遊戲療癒的點是什麼 例如說 也會管遊戲叫做卡圖 他們療癒的點是我覺得他們的 草啊 然後木頭 動起來的感覺 我會覺得 草跟木頭 就是 就是他們的草 例如說 你有模仿他們什麼的草嗎 模仿到啊 就是參考 就是 我覺得他們的草在草地上動起來 感覺很療癒 到時候會動 就是目前是靜態中 我覺得水彩進入遊戲結合的時候 我覺得有一個很特別的點就是 要怎麼利用水彩這個質感 例如說這個草 我就是把它畫成一個透明的質感 然後他到時候在動的時候就會 會有一個清透的感覺 哦 這就是 懂畫畫的人想知道的一些小技巧 分享給一些會做遊戲想畫畫的人 先跟大家講一下好了 畫面呢 他就是我們到時候玩家遊戲 就是你家裡面的畫面 一開始呢 可能只會有一間 那你必須要自己去拼 去把它蓋起來 那這就算是一個模擬的畫面 像一如畫的這邊 這個就是一個吃飯房 有鮭魚 這是蝦子嗎 這是什麼 這是那種白色的魚 白肉魚 那種我忘記 這些都是基本上就是貓咪平常會吃的 對 一如他做這些的時候 他也有去上網 收集一些貓咪是真的會吃的鮮食 就有一些小巧食把他做進去 狗狗又來了 狗狗 因為一如是從我們工作室成立 其實沒多久 一如就加入了 創作吧 YouTuber 第一款遊戲的後期嘛 因緣機會就認識了一如 然後他就也是一如跟我們做到現在 不會像一如 這麼會畫的人 為什麼會選擇做遊戲這個行業 因為一開始 嗯 找工作的時候嘛 其實以賺錢為主 對我們還是先養活自己 也是希望自己可以做一些 我喜歡的事情 例如說 我喜歡畫圖嘛 那我還是希望練習這麼久的一個技能 可以成為我一個吃飯的技能 自己也希望自己 用一個作品 然後去影響別人 或是讓別人了解到更多 他沒有想過的事情 為了去了解 就貓咪的花色組成到底是怎樣 就是也有去買一些書 各方面都怎麼做 基因影響的雙色或是三色 他們是怎麼組成的 他的毛色 他的材質是什麼感覺 那因為怕畫錯 因為這是一個 需要傳播正確知識的一個作品 我覺得聽起來是 的確是很感動的 因為每個人做不同事 會有不同目標 那對於一個畫畫的人來說 他就是希望用畫 來讓更多人看到他想傳達的東西 嗯 所以你也是有這個情懷的 在社會所看到的那種情景 那種感覺 我希望可以用我的畫 或是利用這個作品 去讓更多人知道 現在這個情形 那這個靈感是哪來的 這個靈感是 會畫成這樣子 把他 他是不是一灘水 好可愛 很多人都說貓是異體 因為他會流來流去抓不住 也是有看到一張梗圖 就是貓泡在一個很 很大的一個杯子 伸出個頭來 那我說 欸 他這樣很可愛 我能不能打翻他呢 我就畫了一張 把他打翻了 意外大家還蠻喜歡的 所以這張圖就變成一個 產品 他是飲料杯袋的產品 對 這是我們飲料杯袋的產品 木質 欸 狗狗又來了 狗狗 可愛的狗 狗狗 狗狗 欸 狗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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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 嗯 以上就是我們貓式的時間 回來呢 其實也就是要跟大家聊一下 我 這一年的靈魂 到底都跑去那了 如果大家看到 做遊戲這件事情 有佔據了我某部分的心思之外呢 就我接下來可能會聊一些 因為這三年來我的想法 想聽的人再繼續看下去 不想聽的人可以先關掉 幾點來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就是我對頻道的看法 第二個就是這一年來 比較少出現在各個社群平台 或者是比較少出現在公開場合 等等的一些因素 從頻道開始說起 其實對於這個頻道呢 我一直以來都是非常非常很有熱情的 就像我前面講的 我可以傳達一些人生觀 那些我的想法跟大家分享 那當然同時我也是個做 都市傳說類的youtuber 未來也會有非常多想法 只是呢有幾點 原因是讓我越來越少 靈魂畫在上面的原因 第一個拍的題材是靈異的 那我去了很多地方 其實影響身體這個我也是 沒有辦法考證但是呢 我真的必須跟大家講我拍到這四年來 從我一開始到那種地方 基本上對於我是完全不會有任何的 影響 進去跟出來後基本上你不會有感覺太大的差異 但我現在有的時候進去那種地方 我會覺得 頭後面有點緊緊的 或者是會一直有一點點想吐 會想打嗝的這種感覺 這是身體狀況都不討論 第二點呢其實也是因為 在故事傳說類的這個東西呢 我拍了四年 我必須承認他是有很有他的魅力 他可以探討一些超自然的東西 可是偏偏 我認為這樣的一個主題 對我的人生來說 不會有太多的長進 就是我一直在尋找 鬼魂我一直在做一些挑戰 可是我發現做了四年之後 欸好像更會做挑戰了 我更會找鬼了 我更知道更多的廢墟 但是不會讓我的自我能力方面也好 或是心靈方面也好 並不會讓我有正向的成長 甚至有的時候還會誤觸別人的領地 然後要被告這樣子 然後又加上其實youtuber 這我也想幫所有的youtuber講一下 就其實一個人他把頻道經營得很好 表示說他一定是非常的有想法 但是大家有想過嗎 當一個人他可能是一個非常有創意 非常有想法的人 但是呢 偏偏youtuber這個東西 他必須每一週你都一定要更新 變得是說 之前很有想法的人 他不停的一直在釋放自己 釋放自己的創意 他釋放自己的能量 他沒有時間去喘息 因為他必須要跟上 每一週都必須更新的進度 不管你是一個在多有能力 多有創意的人 你都還是必須要有足夠的時間去沈澱自己 才可以讓自己再突破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 我講這些前提下 不代表我想放棄youtuber 或我不喜歡這個行業 Melody Melody 借過一下 謝謝 這是我全部都是我個人的見解 就是鑒於這種條例 沒有 對這也就是為什麼 很多的產業 當上正式員工之前 你必須要有實現訓練 必須要有一定的能力 必須要沈澱好自己 所以這就帶到說 為什麼我這一年都比較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出來 但是我自己知道 我比較少時間 跟大家這樣聊天 或者是說 把我寫 然後還用很多的idea去付諸實現 這就是一個很大的原因所在 這一年來呢 我不停的在學習 就是我剛剛講的沈澱 我找了另外一件 我自己很有興趣的事情 就是音樂 這一年來我在上面 沈澱了非常多的收穫 因為寫歌這種東西 對我來說 它也是可以傳達 我想要傳達的事情 也是經歷了很多的感受 對但是不代表 我不喜歡拍web 我還是一定會拍出更好更好 更多的作品給大家 是因為就像我講 需要一些產店 所以我去年一整年 也幾乎沒有在滑社群 滑IG 滑FB 甚至我連看劇等等 出去娛樂 都捨棄掉了 會非常多 關於靈異類 蠻有趣的企劃 我之前就說過 是靈異帶我起家的 我就不會忘本 我絕對會把這個東西 做到我心目中 想要的那個樣子 在我永生之念的時候 都市傳說 這個東西 我現在大概只做了20%吧 我還有80%的地方 因為我知道我想打造什麼樣的藍圖 我會慢慢把那個藍圖拼起來 大家等我 我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轉變呢 怎麼了 要找我 嗯 要找我 寶貝剛剛爬我 差不多 也就是去年 我那個時候 一直在經營頻道嘛 我認為說 他給我帶來的成就感 除了我剛剛講的 可以給大家一些話之外 我就覺得好像沒有其他的成就感 額外的成就感 是什麼 點閱率嗎 也不是 錢啊 也不是 因為我不是一個特別要亂花錢的人 像我做YouTuber四年來到現在 我其實也賣了兩間房子 跟一台車 就是完全都真的就是靠YouTuber而已 所以我接下來也約會搬家 趁這一步好 等一下再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現在住在這裡 拍都市傳說會 我在停滯 我好像 沒有在累積自己的能力 或是內涵 一直不停的在釋放自己 其實也是同事 也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在真心對待一件事情的時候 你會得到很大很大你想像不到的回饋 當你一直做 上天啊自然訓練給你 自然而然 我覺得變成一個越來越好 越來越好的温度 就是這樣子 就是我種盆栽在鋼琴上 沒有養育 我有Keyball跟貓咪 然後我的骨 然後外面就是我的客廳 就是大概是這樣子 廚房跟貓咪的地方 恩 寶貝你在幹嘛 他這個頭上有一點霉菌 對 乖乖呢 有 魅力他喜歡衛生紙 特別是圓的 因為他拿到 我給大家看喔 有沒有看 我把它放在這裡 他會把它叼去 他叼去那邊 有沒有看到 他過去了 然後他會去 把那張衛生紙殺掉 殺衛生紙 快點 開始了 他喜歡殺衛生紙 所以我家就會地板會很多衛生紙 所以像這種 一整包的衛生紙 都是張開的 它是死掉的 對 他叼到衛生紙聲音過來了 那他一開始來我家的時候很可愛 他會自己去叼這個上面的衛生紙 他自己把它湊起來 但那我某一次 我在醒鼻涕 我醒完把它揉成圓的之後 他就發現 欸他竟然可以變成圓的 把圓的殺死之後 然後變張開了之後 他又不要了 所以他就是這樣 你開了吧 你要衛生紙的喔 大概讓大家了解我現在狀況 大家放心 我這些都是為了釋放 拜拜